瑜伽改变一位87岁女性的体态及生活。 多年来,年龄一直被暗示为学习新事物和练习某些学科的障碍。 然而,渴望不受限制提高生活品质的人表明了,您可以在人生中的任何阶段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。 最近的例子是一名87岁的女性,虽然患有慢性疾病,但她决定学习瑜伽来治疗她的疾病。 她的故事传到了全世界,证明了这种疗法的好处以及老年人也有运动的能力。 瑜伽如何改变一位老年妇女的生活? 我们故事的主角安娜佩斯,安娜·佩斯,在她86岁时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,寻找一种有效治疗方式来治疗困扰她的严重驼背。 这种情况导致脊柱永久弯曲,并逐渐在背部形成驼背,且伴随着许多疼痛。 由于脊柱侧侧侧側弯,固扰疏松和锥肩盘突出而出现的这种疾病,限制了她的行动并使她不断感到疲劳。 尽管她已经忍受了数十年,但安娜却未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对付她的症状,同时不影响她的生活品质。 自从她第一次被诊断出来以后,她经历了针灸,运动物理疗疾症骨等疗法。 尽管这些都能缓解她的痛苦,但这些都不足以让安娜再次感到圆满和健康。 但瑜伽改变了一切。 有些人担心这对她的年龄来说不是一个健康的锻炼,但恢复于家专家雷秋教授激励安娜,并开始每周一次教她瑜伽课。 安娜可以感觉到她走路时逐渐好转,在一个月内她可以不感到任何困难的再次步行。 在两个月内,她的疼痛开始消失,在经过一年的正规课程后,她现在决定每天练习瑜伽。 87岁时,她的背部不再弯曲,她以许多人认为是奇迹的方式重新获得了行动能力,也比以往更加活跃。 她的康复对每个人来说是个希望讯息,开始做改变生活的事情永远不会太迟。 除此之外,她的故事清楚表明,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,所以您需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来治疗困扰您的疾病。 尽管治疗和补救措施有许多选择,但有时候,对一个人有益的疗法,不见得对另一人是最好的。 如果您深入试验和分析自己身体的需求,您会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延续多年健康。 关于瑜伽 瑜伽 瑜伽不仅仅是一种练习或一项运动,它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,可以治疗,看顾和加强身心健康。 瑜伽在印度已有数个世纪的历史实践,它已成为身体和精神健康最受欢迎的学科之一。 虽然在印度教中,瑜伽是宗教,精神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,但这个运动训练已跨越了国界,成为了一种健康疗法。 瑜伽 每次瑜伽练习持续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,虽然有些人练习的时间更短。 瑜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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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常伴随住呼吸练习和不同的困难程度。 大多数课程以一种称为向太阳致敬的短时间热身开始,然后逐渐下降至暖身肌肉和关节。 课程结束前会有10至15分钟的完全放松运动,用意为让您的身心恢复平静。 瑜伽可以在专门的健身房或健身中心训练。 初学者应该由专家监督指导,因为姿势不对可能会导致受伤。 在掌握姿势并学习正确的技巧后,无论您在哪里,每个人都可以做到。 在阅读了瑜伽如何改变这位特殊女性的人生后,你是否有灵感要将这个训练加入您的生活之中? 年纪iskt核词 您 医巫